企业规划是在市场生存引力的关键 有专业软体助阵才能更进一步 以科技控股提供商业软体方案 集合咨询、培训、整合、软件定制与升级的全方位服务 同时开发重职业软件 一举成为我国资讯科技领域的出众品牌 我们开始是在2012年 但是我跟一个伙伴Electrity创立了这间公司 它起初是做企业软件的 过后在2019年的时候 我们跟另外一家公司合并 那个就是做人业、企业、中职业的软件 那时候做了一个合并过后 我们就在2021年上市 所以过后就成立了一个叫Wantekwading的公司 Wantekwading本身有两个子公司 一个是Wantekwading专注于企业软件 它就是中商的企业 然后iTekwading本身 注重于种植业和农业的软件 所以两个不同公司有不同的亮点 所以一个是专注注于农业 一个专注注于企业 那于农业的产品 其实农业的企业软件是非常少人知道的 所以对我们来讲是一个亮点 比如说现在我们只是想注重于推广 所以其实农业或者种植业也需要一个软件 然后在Wantekwading本身呢 我们就是一开始注重于很大型的企业 所以现在我们就注重于中小市 所以这就是我们主打的两个点 其实我们有一个customer service department 就是讲也是他们有问题的话 会直接report给我们的customer service department 这样basically我们也很多support team在里面 因为我们有consultants 我们有customization 所以也是客户需要support的话 我们customer service就肉续给support team 所以我们support team就会出去 跟他们support他们的问题 support他们的存在的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会去support 其实我们是在2021年上市 其实我们还没有上市之前 我们是一个比较小的公司 eventhoor之前 它的前身连office也没有的 之后after that 我们就拿另外一个品牌 包装起来我们就一起上市 上市过后我们的规模 从一个几个人的公司 变成现在差不多整20多个人的公司 所以上市也制造一个 因为为什么我们去上市 因为上市也可以制造一个很好的品牌 就讲可能比较有信心参加我们的产品 就讲你看到上市公司 你买跟上市公司买 好过你去跟那个sandria bookhart买 这样人家就没有信心 所以我们就计划 从2021年就把这间公司去上市 其实我们上市的目标是要做大做强 对吗 所以我的未来扩展目标是做一点变购 因为我们也有资金 我们可以扩展去外国 所以人我们也可以进步一点 所以这个是我们未来将来所铺下的路了 亿科技控股立志成为企业最强伙伴 并将持续瞄准资讯科技的发展潜力 塑造最强品牌